假如這個是一克的時候 大概是台幣100萬以上 所以這個是比黃金 比鑽石還要貴的 說台糖豬肉被驗出的西布特羅 要假不菲不可能拿來餵豬 在食藥署覆驗台糖梅花豬 確定含有瘦肉精後 行政院緊急開記者會回應 簡體現在初步算起來是298件 那沒有任何一件含有乙型受體素 西布特羅 台東的主管單位經濟部開槍 認為要開罰就該拿出更多的證據 集結會上經濟部 農業部 衛福部排排座 站上第一線事宜 但在野黨卻把矛頭指向前幾天 槓上台中市府的衛福部次長王必勝 王必勝 次長立刻辭職下台 王必勝 我們認為他已經顯然不適任了 應該要知所進退 在野炮火機中要王必勝下台 但偏偏這個時候 王必勝卻出國不在台灣 自家人幫忙cover到第一線幫王必勝黨炮火 但網友點名翻籌的不只王必勝 還有之前要台唐告台中市政府到底的民進黨立委們 無論是哪一個單位都應該要做出更實質的一些交代 反要求衛福部食藥署說清楚講明白還要台唐跟全民交代 隨著食藥署覆驗驗出瘦肉筋後 執政黨的態度似乎也跟著有所不同 TVBS新聞後付網站在台北三方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